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正风往哪边吹 我就往哪边刮 你也可以说我是个没出息的媒体人 就是我是一张白纸 你社会什么样 我就跟你什么样 就好比说你爱搞黄色新闻吗 你爱搞黄色新闻我就跟你搞 你知道吗 我搞起来我比你还会搞 现在我就给你看几张黄色照片 徐老师 你敢放黄色照片 我当然敢了 但是香港电警在这打了星星 这个黄色照片 这个不是中国八卦 是世界上的八卦 你瞅瞅 国际八卦 而且这个跟法国人民利益 也是公众利益相关 广美介绍一下 这是你们同行 人家现在早就已经心事不干了 这个人很成功的是吧 收入很高的是吧 这怎么像是受虐待呢 再看下一张 这个 这是模特身材是吧 再看 而且今年高龄四十了 还有这样四十岁了 今年四十岁了 哎呦天呐 你看这个小星星也不错 好 来看下一张 这就是郑主了 那么他最近的女朋友 人家那个设计对白的萨克基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专心工作 你像现在 不是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 到你们国家我要带结婚证书 没错 听说到哪国家访问 人家那个国家外交部门已经说了 说我们不能决定萨克基带不带这个夫人 或者带不带谁来 但是呢已经表示我们不太希望 他如果带女朋友来 就住在一个套房里 宗教国家他不允许 就是说未婚的男女住在一起 而且接待他呢 接待这个杜尼的那个开销 要比接待法国总统还来得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得化妆 梳头 穿衣打扮 听说这些钱好像全都在放在 就是从他的那个费用里面拿出来的 你就萨克基找这个女朋友 开头咱还以为是法国总统吗 他有他的一个刚刚刚刚当选 是不是有什么形象 但是现在感觉这个事闹大了 就是网上 所以这网太黑了 一下把这个这个这些裸照啊 发上去了 发上去之后 萨克基的这个支持率 好像首次低于一个临界点了 民意支持率 就是说以号称浪漫的法国人来说 他们都觉得 就假如这个女的这个模特 要是总统夫人的话 感觉有点没面子 你觉得这总统在想什么 那天文道说了这么一出 我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就是说现在有人把他跟法国历史上的 一个皇帝相比 路易十四 他的反对 他的反对党呢 出来批评他 他说你呢 现在就是跟以前的这个 有自恋狂的路易十四 一模一样 喜欢把你的这个私生活呢 暴露在人家面前 路易十四什么路子 就是说我的私生活 就给全国人民表演看 甚至上次文道说的嘛 路易十四大便 都让人 文武大观 文武百观 看我看我大便 就是他自恋到这程度 我的这是天生的演员 不过这很多人是 有钱很多人 比方说买一个车牌啊 或者初出入入一天到晚 等着人家来拍照 拉着手这种 这种表演爱情的这种欲望很多 不过一般做到总统这样级别的 我也觉得其实上次文道在讲的时候 我我他说他是故意的放消息 然后让大家在人前表演 我我真的是不觉得 对我而言 我觉得法国总统交这样子的一个女朋友 是没有问题的 以你们的眼光 二位的眼光 刚才看了那些图片之后 这样的女朋友你不想交吗 No 为什么 如果他的性格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为什么不想呢 我从旁观的角度看 我觉得这个女朋友跟他原来的太太很像 都是比他高半的头 他的这种呢 是一种在我看来 是一种政治家 通过这个东西来炫耀他的权力 就是说我不care 有的政治家 我要通过一个好的婚姻 来巩固我的权力 但有的政治家 当然他信心爆棚 他觉得 他知道我交这么一个女色 其实是失分的 在我的政治斗争里边 是失分的 可是他有这么一个信心 就是说 我就算在这里失分 我也不怕 我输得起 但是他 OK 如果他真的是信心爆棚的话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40岁 曾经失婚 而且还带了一个6岁小孩的 过气模特 他为什么不找一个20几岁当红的 这女孩还是很漂亮 40岁 这个 法国人并不都像很多中国人一样 一定要论 越论越好 他认为他很美好 但是他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其实应该 至少他幕僚都会告诉他 你这么高度的 高调的曝光啊 对你政治上是不利的 对不对 至少不那么有利的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做呢 我就觉得有时候 有的做政治的人啊 他觉得他输得起 我有个不恰当的联想 毛泽东在延安跟江青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多反对的 你明白没有 很多反对的 可是 他不在乎 他不像蒋介石一样去找一个 宋美龄给他很多实际的得分 经济的得分 毛主席不在乎 当然毛主席 那是我们那个伟大领袖 那不能随便说是吧 怎么不能随便说呢 知道那个雪铁龙那广告吗 雪铁龙都道歉了 知道吗 什么了 雪铁龙 法国雪铁龙在那个西班牙 登那个他那个广告啊 拿毛主席 就是歪着个嘴 做广告 但我们 我们没歪着嘴啊 我们在歌颂啊 华人不是义愤了吗 华人义愤了 然后雪铁龙 做生意的人 你看看 上来就在中国市场道歉 在报纸 好像环球时报吧 道歉的时候 我们非常尊敬毛主席 我们对不起 然后就换了 你知道吗 换了呢 同样的设计 你这该换成谁了 他换成拿破仑了 因为我们讲的 讲到自己的 你误解我的意思 我是在讲 毛主席伟大的地方 你怎么 你咱不能拿中国举例了 那不允许 拿巴基斯坦 不是 你说的事 我也想起贝卜托呀 你知道贝卜托就说 就女怕嫁错郎嘛 他嫁的那个老公嘛 不是外号叫10%吗 你记得 就是这老公当投资部长 期间拿回扣 凡是有人找他 就要收10% 后来到20% 30% 就都说连累了他嘛 但是他们这个婚姻 当时在那个人民党内部 也是很多人反对 就是认为他这个 他的老公人品有问题 OK 但最后被捕托呢 还是跟他接 你说不能讲毛主席 我再解决一个例子 孙中山 孙中山当初跟宋清凌的时候 国民党的高层也反对 孙中山都很尊重 胡汉民啊 很多人的意见都很尊重 只有在这件事情上 孙中山就说 谁要再反对我这件事情 不理他了 对对对对 大家现在还是很祝福嘛 我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 换了我 我也这样 那这都是人嘛 都是人嘛 而且你知道 为什么我想到这里 有一个关键点 你看到刘海树 最近人家 把他接出来的回忆没有 大画家 对 画过江青的画 裸体画 然后呢 回忆出来以后啊 刘海树就回忆 他在三岁 那个时候江青 还没有到延安去 是跟赵丹 蓝平那时候叫 跟赵丹 然后刘海树帮他画过 然后刘海树的评价是说什么 他要相貌一般 身材非常优秀 往上去看看 往上去看看 哎呦 真是哈 联想是这么过来的 这不是当身体模特 也是很很很很 而且有希望嫁高官的 广美等着 你说老师 你这贼心不死的 咱能不说中国吗 咱能不说中国吗 我可以看个别的广美 你看看另一个政治家 你得看 看照片 咱们看照片 这个 最近 这位 当红 你知道我 我最近感觉挺有意思 这个 这个人呢 是一种角色的动物 你记不记得 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 他的表现 就像一个传统角色的 这个总统或者丈夫 说话特别严谨 对吧 但是你看 他一招成了平民 老婆成了政治家 老婆成了政治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看克林顿的表现 就是传统的男女角色 好像有点兑换 克林顿开始信口 也不能说胡说 但是也被人家 那个谁指责 就是说 就说些 希拉里不方便说的话 对 就是就开始扮演老婆 就传统上 老婆的那个角色 所以被人家 那个对手 那个黑人就说 说你帮你老婆说话 你也得有点事实根据 那他们信口胡说呢 那你看克林顿 我最近还有人 发给我个手机段子 说是希拉里啊 跑到那个美国 黑人 不是黑人区嘛 竞选演说 拉选票嘛 也是口误了嘛 就是是脱口而出啊 虽然我的皮肤是白的 可我的心像你们一样黑 你真的假的 不是啦 你真的乱讲 这意思吧 谣言 谣言 看来你是没希望竞选 谣言 谣言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对不起啊 我刚才这手机段子 要是放美国 就算政治不正确了 是吧 就算有点歧视 其实你的心是黄的 对 其实我最喜欢黑人朋友 上次有一个黑人朋友 在我们这做节目 我发现他的心真是红的 就是很热心肠 这么一人 中国话说的比你还好 咱说希拉里 你作为一个女的 你喜欢希拉里 这样的女人吗 我应该说我很佩服她 但我不喜欢她 而且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妈 我更不希望有这样的老婆 你看 但是我还是很佩服她 我还是 基本上对于她的很多东西 我还是觉得她了不起 所以你看 她也要争取女性选民 我觉得你看选举 许老师 我最近老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呀 关于这个什么中学 全盘西化的这个问题 我有一天一看新闻 你就发现吗 现在不都是西方的大选吗 可是为什么这个大选 在英国在美国没有问题 可是我看一天的一个新闻 我统计了一下 几乎是所有我们说的第三世界国家 大选 流血 爆炸 死亡 冲突 镇压 警察 我说怎么在这些国家 怎么大选都会引起 包括台湾 你看 大选也是弄得搞这种冲突 这么骚乱激烈 竟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大选 会说话 然后呢 咱还是说希拉里 就说希拉里 给我提这么严肃的问题 就说现在希拉里呢 你看 她也要争取女性选民的票 但是你看 逼得也得出什么招 我想作为一个老婆 真是哪壶不开提 哪壶自己上脱口秀节目 又挑起十年前 莱温斯基 莱温斯基的这个事情 又跟广大女观众们分享 你觉得她这个里边 也有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她既不能说那么容易原谅她 她也不 她当时我很煎熬 当时我很愤怒 我很沮丧 我很困惑 但是呢 这个我要做一个 对我的家庭和我最有利的决定 然后有女观众就问她 说那我碰到这个情况 婚外恋 就我老公有这个奸情 我怎么办 希拉里就说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不同的 你看 她就得上去说这个 总统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她也没有冲上去 去说她受苦 是不是 她留一手 就小不忍则乱大谋 她留一手 为了她的政治前途 这个在中国很难想象 我觉得一个中国 这么一个女的 在这种情况下 人家就不会原谅她 人家会怪她软弱 要么是怪她软弱 要么是看不起她 所以她能够做到 现在让大部分美国的妇女 不管感情上怎么样 从理性上还原谅她 支持她 很多人会想 我要是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该怎么做呢 我能做到更好吗 很多人会这么将心比心 这样去想她 你觉得中国社会 会谴责希拉里 这样子的行为吗 我反而觉得 很多传统的中国女性 可能会选择 跟她一样的做法 保全大局 你知道现在中国 我觉得存在两种 也有道理 存在两种声音 有一种声音说 就说是婚外情 现在有人调查 说四分之三 比如一个律师接的 四分之三的离婚案 都是婚外情引发的 说现在婚外情 是导致家庭解体的 头号杀手 但是当然任何调查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有个 深深的怀疑论者 我又看到 也有一些调查 比如说李银河的调查 说他当年调查 这个真正婚外情 就愿意承认 就是说百分之四 即便你是说 有些人不愿意承认 这也说明了 一般人的道德 还是觉得 这个第三者 是不好的 他才不愿意承认 所以现在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认为 就是现在 咱们这个 没规范了 甚至你比如说 作为老公 已经是肆无忌惮的 在老婆面前 比如说 跟人发信息啊 什么的 而且甚至现在有的情况下 这个太太就已经觉得 甚至干涉老公 这个事是不太 怎么讲 不太知趣 不太识趣了 我都看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老公啊 就旁边有一个女的 就几年一直在 出来总是三个人的 我都看到过 不我回应刚才广美讲的 我觉得你讲的对 中国人不会接受 像那个法国总统 就是那个 一上去当选 就把老婆 那个老婆离掉 中国人不理解 而像希拉里这种做法 中国人理解 中国的 如果婚庭有问题 那个老公突然升官了 一般来说就不离开了 那个老婆就跟着 享受保安的 什么待遇了 法国总统是他老婆 对啊 抛弃他 对啊 对啊 中国人就不大理解 这条 是怎么 做了总统 你就有千般苦吧 人家做到总统了 对不对啊 那你就 你无论如何是家里的红旗嘛 你何必自己倒掉变采齐呢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咱们 咱们是另一种相反的情况 最近不是有人在研究 这个什么离婚什么的吗 说是1980年 这个新的婚姻法 就是离婚的这个条件 也就是离婚变得很容易了 然后呢 是吗 1980年 然后到1983年 出现了一个事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36个女人 36个妻子 进京告状 就告他们的老公 这个怎么 就是怎么说呢 抛弃他们 然后呢 就是说 要跟他离婚 就要跟他们离婚 这36个女人呢 据说还都是支持分子 然后你知道当时的那种社会 氛围下呀 我成是美 成是美 我想起来 那时候就是有道德法庭 对 36个陈相连 听说当时还是在领导 高层领导的干预下 觉得这个社会影响太坏了 当时都没离婚 就最后这些女的告状 秦湘莲告状 最后陈世美都没跟他离婚 可是呢 后来有调查发现 一年之后 这事平息下来了 还是离了 全都离了 那不知道是不是全都离 反正就是很多还是离了 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也没有说了 再到今天 你看闹的这个事 说是2008年 哎呦 还就是今年吧 2008年1月11号嘛 有一个 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会 帮助这个受害者进行反击 有一个领导人被称为二奶杀手 叫什么张宇芬的 他们就说 说这帮学坏的男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四五十岁才学坏 这个高歌一曲 吃来的爱 包人包的是下一代 就他们提出来的 这个可能是中国今年 这一两年 年底年初话题是最普遍的 基本上全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婚姻出现了裂缝 该怎么办 对 基本上饭桌上传的最多的一个段子 就是说有个男的 什么出了事情 打给十个哥们 十个哥们都帮他 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段子吧 所有的男朋友都帮他 他们言然说 男人之间形成了个同盟 会包庇这种事情 那女人之间呢 是另外一个情况 女人之间是揭发 广美对不对 假如说就是女的跟女的 你的女的好朋友 一个女的是你的好朋友 你突然某一天看见了 你的这个女的的男朋友 在布基岛 跟别的女的在一起 或者在巴黎岛 然后你回来问你的女的 你女的告诉我 我男朋友到东京出差了 这时候你会不会告诉他 那要看我跟他的交情有多深 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教训不深就出卖他是吗 也不是出卖 因为你在不明就里情况之下 其实真的是不可以 我会 如果是好朋友的话 我会 我会 自己先当私家侦探吧 所有的那个 侦察一下 对 然后就告诉他说 我在什么地方碰到他 你要是你的好朋友 非常铁的哥们 你碰到了 你在一个度假的地方 碰到了他的女朋友 跟别人在一起 你会不会告诉你的好朋友 男朋友 我不会 就是 我 不是 我觉得这是 你的好朋友戴绿帽了 你也不会告诉你的好朋友 对 因为两个人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 我即便是相反的情况 我看见他的女朋友 或者看见他跟怎么着 我都觉得那是他们的事 我们的友谊 我们在讲的是一个 我观察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广美 想说什么 不理解男人为什么这样 不理解 真是不理解 你真的不说 真的不说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女朋友跟老婆 永远都是当最后一个知道 原来我老公 我告诉你 从坏的角度来讲 可以说男人之间 他有一种男人同盟 就互相觉得之间这种事情是 could happen 在我身上 所以我就遮盖过去 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讲 就是你刚才说的 我觉得 我觉得他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是朋友 对吧 我要选择做一件事情 一定是从对朋友最好 这个角度出发 但是我实在不能确认 如果我告诉你你这件事 是好还是不好 接下来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究竟对我这个朋友是最好 还是最不好 所以你就任由你的 对 没把握的时候 最好不介入 对 不干预 要发现 让他自己去发现 那男的会觉得 如果我告诉他 我看得清清楚楚 doing no good 就是说 余下来的事情 只会往坏的方向去 不会往好的方向去 那女的为什么会说呢 从好的方面来讲 女的自己是个弱势群体 互相之间觉得有帮忙 要一起要对付男的 所以有责任提醒 你的女朋友怎么对付男的 你把女的想好了 我认为还有一种女的 所以最近我就觉得 这个美国有一个叫阿伦特 叫什么 一个什么哲学家 就说他说 我坚信人类 对于他人的不幸和痛苦 有一种并非轻微的快感 我告诉你 有些女的 她跟你是好朋友 光美 你看咱们俩这么好 你看我看你 你老公跟谁在一块 那个丑恶嘴脸 你知道吗 这种叫八婆呀 我说实话 我个人比较烦 其实一生女的 在跟旁边的人竞争 他真的是为你好吗 他跟你说的同时 他跟八个女的 都在说光美真可怜 我那天看见他老公 跟谁谁谁 你最后发现 这个女的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是好朋友吗 不是 所以男人同盟 女人同盟 各有各的 你当然你说 你说处理 我就跟你讲 刚才 反而买的 不是有个歌词吗 现在你知道卡拉OK里 最爱唱的一歌叫什么呢 香水有毒 什么 你身上有 你身上有 他的香水味 是我鼻子犯的罪 不该嗅到 他的眉 擦干一切 陪你睡 你知道吗 你身上有 他的香水味 是我鼻子犯的罪 我不该嗅到 他的眉 擦干一切 陪你睡 这是鸵鸟心态 鸵鸟 建议把这首歌 作为希拉里的 竞选 客举 竞选主题 据说这歌 上电视的时候 就不准睡 改成擦干一切 陪你醉 我真是有认识一个女孩 法国人 她老公是意大利人 她的老公是 在外面 花天酒地 是出了名字